长着四颗毒牙的吸血虫 你见过吗 它们形似蚯蚓 嘴巴上却长着 四只弯钩状的铁齿铜牙 猎物一旦被咬住 很快就会被吸干 它就是有着吸血狂磨之称的血虫 学名二塞稳沙残 这种虫子属于北美特产 主要生活在前海水域的泥土 或者湿润的海滩中 它们和红虫一样 也是钓鱼人的最爱 但是样子却格外让人苦不去 血虫形似蚯蚓 没有眼睛 身体的前半段有一个小结局 这是一个构造简单的感光器官 通过这个器官 它们能够很清楚地知道 周围是否有威胁 猎物具体在哪个方位 当它们感知到猎物唾手可得时 就会迅速喷出来一种名为长鼻的东西 这是血虫身上的一种肌肉结构 它能分泌一种粘液困住猎物 其实在大自然中 这种魔幻的捕食方式 比如天鹅绒虫会悄无声息 一路追踪猎物 等对方进入攻击范围 就会喷射粘网 这些高粘度的液体 几秒钟就会变业 而作为猎物的蚂蚱 身陷淋雨